iPhone iPhone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大家好 我是美食說的千千 我現在呢 人正在多倫多 我們今天要來拍一個 很多人都拍過的主題 是什麼呢 那就是到其他的國家體驗台灣的餐廳 究竟味道有沒有到底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來幫大家 開箱幾間加拿大的台灣餐廳 那我們這一次的評比呢 是以直音指數才會做評比 就是以味道有沒有很台灣的味道 然後整個餐廳的氛圍啊 菜單有沒有很有感覺 但是呢 直音指數不一定會等於好吃指數 就是以可以解你想念台灣的渴 OK 然後我們第一間就來到了早餐 因為我個人覺得台灣早餐算是滿有特色的 我們就來看一下味道究竟是怎麼樣吧 走 直你的渴 現在我點的餐點都到了 我點了唯一蛋餅飯糰 跟早餐點的奶茶 這很重要吧 我們來感受一下 究竟我等一下吃完早餐肚子會不會咬 而且它的早餐點的那個奶茶 它上面有包裝非常的台灣 它上面有一問 什麼動物最喜歡貼在床上 牆上 答案是海豹 是不是非常在地 這個上面還有小迷慾 我們平常在喝早餐念筆下來比較沒有那麼甜 然後濃度比較沒那麼高 然後這是它的鮪魚蛋餅 看起來它的那個蛋餅皮 是軟皮的那種蛋餅皮派的 然後好像有一些紅蘆菇跟一些蔥什麼之類的 不過它滿厚的 給的鮪魚鮮料超多 然後它的醬油是蒜蓉醬油 這個也超台灣 閃開了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它是用叉子吃 很容易炸開 我覺得口味上還OK 因為我個人喜歡的鮪魚蛋餅的派 也是有混那個美乃滋的 然後它這個就是春鮪魚本人 所以就看你個人比較喜歡吃哪一派 然後鹹度對我來說有一點點高 但吃起來的味道就還OK 很怕那擦起來它就散開了 再來是飯糰 我跟你講台灣飯糰有跟兩種 一種是偏小的 一種就是媽媽怕你餓的 阿嬤的那種飯糰 這個就是阿嬤的那種感覺 哇 用這個包整個就是 相當淡 我點香腸口味的 因為我覺得這樣才有feel 你有看到它沾的嗎 糯米 它糯米對我來說稍微偏軟一點點 這油松我喜歡再多一點點 而且它很多油松的香氣度也真的沒有到很重 但是料給的很多吃了一顆會飽 它的調味有帶辣 我跟大家說點餐的時候前面有星星 就點前面有星星的好不好 我剛剛就是鮪魚前面沒有星星 但我還是點了鮪魚 哇 它油條好像很酥脆 吃完我們的食早期 然後我覺得整體吃起來 它其實真的滿像是 自己在家裡面做出來早餐的味道 但是我覺得能再多人多吃到台式的早餐 而且他們可以找到這些材料組合起來 其實我覺得對我來說已經很夠了 所以我覺得如果在這邊住很久的時間 很想念台灣早餐的人 我覺得可以來試試看 然後我自己資金指數有到3.5分 滿分是5顆星 我覺得有一些細節 像是你看這個吸管的顏色 你不覺得這很像是在美而美 什麼之類的那種感覺嗎 好啦 我們現在拿著這個 然後繼續前往我們的下一間 我們現在呢 來到了韓國城 來尋找一個便當店 我看它的Google上面寫 台灣你是便當店 所以我現在就來了 但是這裡因為是韓國城 我走著走著 好 今天是泡菜鍋 好五花肉 欸 三杯雞 鹽酥雞 紅燒肉 肉燥飯 炸雞排耶 來了 我們這一間呢 不得了 它叫便當 便當 聽起來就非常的台式 我剛剛糾結超久 我到底要點什麼東西 就我想吃鹽酥雞就想吃雞腿 就我什麼都想點 然後我後來就點這個是紅燒肉 它這個滿大的 而且它還有一個 非常像台式便當會出現的 紫菜糖 鐵塑膠 就是整體的感覺 跟台灣便當店不一樣之外 這個配菜的那樣 整體的形式其實非常的像 我這幾天在頓多吃飯的時候 我一直覺得很生氣 它這邊是日文 另外一邊是用英文 教你怎麼用筷子 然後我就是在韓式店 然後台式的便當店 就是會看到就覺得 哎呀 不愧是各種文化的融合 然後我還點了一個鹽酥雞 因為我剛剛有遇到觀眾 他推薦我鹽酥雞可以點 我點了番茄炒蛋 然後花椰菜跟高麗菜 我還有看到它的Google評價上面 還有那個茄子感覺 也滿酷的 對不對 第一個先拿起來花椰菜吃 狂燒肉 不知道大家在台灣吃便當 都會點什麼口味的 我其實要嘛狂肉 要嘛雞腿 我來吃這個 看這個鹽酥雞 鹽酥雞外面酥得很剛好 不會刮到嘴巴 因為咬起來滿像 它調味其實不會到過小 好像會稍微有一點乾 來番茄炒蛋看看 我只要看到蜘蛛餐店有番茄炒蛋 我一定會點 因為它菜是脆的那一種 我雖然比較喜歡軟菜 可是它的菜的脆度 不會讓你覺得很生 就已經抬了起來了 就已經抬了起來了 變成烩飯 這樣子完全就是 就是我的菜 它的番茄炒蛋 其實有點義大利麵的 紅醬的感覺 滿滿的耶 它鹽酥雞炸的方式 跟果粉的方式 其實跟那個排骨素的感覺有點像 好像配台皮喔 配皮的有點超棒喔 我整體吃起來的感覺啊 我其實滿喜歡吃它的鹽酥劑的 但是整體而言 我給它的直音指數3.1 3.2 它是OK的 但是它的紅燒肉 番茄炒蛋這種調味 我會覺得它已經有點融合了 可是它可以自己選配菜 然後又有一個麗湯 就這個選擇非常的台灣 但整體而言 我覺得對我來說 直音指數沒有很高 我覺得大家有機會可以來吃吃看 現在我們要來去吃下一間 叫一眼 這是我們今天的第三間 看到了 在這裡 哇 這間不得了 這間有賣瓜吧 哇 有點像咖啡廳 現在進來了 然後它是用手機點餐的 哇 它賣的東西很多耶 而且它有蘋果西達 這間叫一眼 然後我點在掛包 牛肉麵 蘋果西達 首先我要誇獎一下 因為這間廁所真的非常的乾淨 因為我個人對這個其實有點小潔癖 而且店員人非常的好 我點牛肉麵 它有附這個酸菜 跟它的香菜是另外放的 我覺得這點還滿加分的 先來它一口原味的湯 湯 口味上也比較淡 很漂亮啦 跟妳講是牛肉麵 我真的是 牛肉麵本來有加香菜嗎 好像沒有耶齁 然後呢它旁邊有辣油 我也加一點點 欸 這間真的是很加分耶 它連辣油都這麼乾淨耶 就像那個盒子 清淡淡淡 不過它這間的餐點啊 我覺得是港式跟那個台式的混合 因為我剛剛還看到豬扒包等等的 有點像蠻含大餐 但是我覺得還不錯 香氣還滿OK的 這樣厚實一點會更好 可是我覺得已經算很優秀了 然後麵條Q度很夠 又滾得到很難咬 滿Q彈的 然後它的肉啊 算是咬下去它不會乾 你咬下去它就會散開的那一種 筋有流著 我比較喜歡它筋的口感 蘋果吸大真的是 吃這個再配這個 感覺好像可以再來個熱炒 不過可能它這裡還有一些港式 所以它的配菜就是芥蘭菜 其實我滿想點它的豬扒包 我都感覺滿好吃的 滿多人推薦我來多很多 一定要吃這邊的港式 然後因為真的太多間了 害我一時不知道選哪一家 荔枝 這是點牛肉麵會附的飲料 然後我另外還點一個 瓜包 但是它的瓜包皮跟我們常見的 好像整個看起來比較光滑一點點 而且它是牛肉口味的瓜包 它內裡有酸菜高麗菜絲 沒有花生粉 嗯 它很像炸饅頭跟我們喜歡那種瓜包不一樣 可是這個很像是你們去台灣的台式的創意料理店 會出現的味道 因為它的皮本身啊 它有點饅頭那種甜甜的香味 重點是我會想要帶我同學來吃說 欸你要不要吃吃看台式料理 然後我覺得帶大家來吃吃看這間 我就會覺得滿OK的 可是當然我會跟他們說還是要來台灣吃瓜包 你們常常瓜包有花生粉糖粉 然後那個整個礦肉的感覺都不一樣 這個不可以美味指數跟指針指數合在一起了 以多倫多的台式來說 我覺得我會給它試 現在很認真要多吃吃吃口 因為這邊餐點比較灰 對 喜歡 它的後面呢 離我個人很喜歡的 Kingsin的人很近 這邊有Gas Taco 然後還有Ugly Delicious 是我很喜歡的漢堡店 在這附近 大家如果有來的話 可以去吃吃看 我現在呢 坐了大概一個小時左右的車 現在要來逛這裡的大統華 我很多觀眾推薦我 一定要來逛一下大統華超市 因為會有很多家鄉味 所以我就來了 其實在市區也有很多那個大統華的分店 但是我想說第一次來開箱一個 比較大間一點的給大家看 好 帶大家一起來逛Go 我滿期待的 我覺得大統華的綠色讓我想到台灣的主婦超市 在惡靈 八寶咒 找到我的愛 花生牛奶 哇 泡麵區 這裡的火金也太多了吧 欸 這裡便宜很多耶 才4.99 哇 收市區 這區我的愛 找到蘋果西達了在這 6.99塊 其實沒有到很貴耶 以這邊的物價來說 欸 我找到台啤耶 記得剛剛的牛奶花生再度找到我的愛 麥香 耶 原來我們這麼近 我們來到這一區塊呢 要來吃台灣餐廳 看到了 那裡那裡 美濃現做刀削牛肉麵 終於 正宗台灣風味 昆明街的牛肉麵 好 現在菜都上了 我點了他們這邊的牛筋的麵 然後跟臭豆腐 小黃瓜跟筍子 滿多肉的耶 這整個份量看起來很驚人 但首先呢 我先吃炸臭豆腐 因為我覺得在這邊可以炒臭豆腐滿苦的 它就是這種類型小小的 我覺得大家如果想先做豆腐可以來吃耶 酥度我覺得對我個人來說 好像可以再酥一點之外 我覺得它味道不台灣 而且你有發現嗎 你看我這個碗熟悉的美濃米 牛筋 我覺得整體的味道上還OK 但我喜歡紅稍微再重一點點的 以絲香指數來說其實完成度應該算滿高的 啊 旁邊有牛油 我還加旁邊的那個辣醬 加了之後帶有一點辣度 是我喜歡的味道 但是湯頭還是可以再厚一點點 是我會特別跑來吃啊 如果我很想念台灣的食物的話 這對我來說接音指數滿高的 要不是距離真的有點遠 我其實會想要帶我同學來吃 讓他們感受一下 臭豆腐的威力 菇菇它點那個肉燥麵 它的肉燥麵還有滷蛋 而且它的肉 因為它這樣看啊 會覺得好像有點乾 可是吃的時候其實不會 滿香的 我還有點它的小菜 小黃瓜 滿好吃的啊 因為我每次在台灣吃那種麵攤 我都一定會點小黃瓜 它的味道我覺得非常的台式 而且它是用這邊的黃瓜 所以它整個很大一片 有沒有在那個敦多讀書會讀很久或待很久的人 帶外國朋友來吃這間的臭豆腐 我覺得很值得 我在這裡自拍跟大家說我已經回台灣了 我覺得大家一定都會相信耶 就很台灣 我覺得這一間啊 接應指數對我來說 它就是一進來 所有的氛圍 客桌儀 醬料 用的餐具放的音樂 然後以及它的菜單是繁體中文 有臭豆腐又有牛肉麵整體配起來 我覺得滿分五分 我應該會給它四分 然後我個人會推薦點的是它的牛肉麵 然後跟臭豆腐 小菜的話我覺得對我來說 酸度有點過條 不過它整個調味其實非常的台灣 所以我覺得大家有興趣可以試試看 現在的時間其實已經要7點了 對面有一些酒吧已經在排隊了 但天這麼亮 很像夜店開燈的感覺 人家還沒開燈 進去之前燈就已經是開著的 那個feel好像哪裡不太對 好可愛